这三种果皮不要扔,它比里面的果肉还要金贵,很多人都不知道,皮可是个好东西,干嘛要扔了?小丽看到朋友在削苹果皮连忙制止道,小丽平常最喜欢吃苹果,几乎每天都要吃上一两个。 这天小丽买了一大袋子苹果来到宿舍,中午的时候给宿舍每人分了两个,随后便拿着苹果洗洗开始吃了起来,但是她发现摄友在吃苹果的时候老是喜欢把皮削干净了再吃,摄友一直认为皮是不能吃的,因为在苹果皮的表面打了一层蜡吃了不安全。 但是小丽就喜欢带皮吃,因为她认为皮也有营养,而且还会比苹果肉的营养价值更高,许多人在吃苹果的时候喜欢把皮削干净再吃,而有些人就喜欢带皮吃,那么苹果皮到底能不能吃这个问题,现在大多数人还是会有争议,有人认为能吃,有人认为不能吃。 苹果作为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吃的一种水果,它吃起来水分多,酸甜可口,而且营养价值也非常高,所以深受大多数人的喜爱。 但是当我们在吃苹果的时候,会发现每个人的吃法也有所不同,一部分人会把皮去掉只吃果肉,一部分人连带住皮吃,大家都对苹果皮有着不同的看法,那到底能不能吃呢? 但其实苹果皮是可以吃的,在吃之前需要做到正确的清洗,果皮当中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,这是因为苹果在种植的过程中果皮是直接接收到阳光照射,所以会含有更多的营养素在皮上。 首先在苹果皮当中含有类黄酮物质,分类物质,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物质。 有研究表明,类黄酮物质在人体当中能够起到抑制癌细胞,降低肿瘤的形成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。 简单来说,当人体摄入适量的类黄酮物质,它就会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,在人体中发挥着抗氧化作用。 况且研究显示,一颗普通大小的苹果,它的果皮抗氧化能力相当于我们吃了800毫克的维生素C,就相当于是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剂。 而且苹果皮当中含有丰富的膨元素和蒙元素,对于防止钙流失和预防骨质疏松症起着有效的作用。 而且苹果皮还能够预防黑色素的形成。 原来吃苹果皮有这么多的好处,但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人选择不吃苹果皮呢? 这可能是因为苹果皮口感差的原因。 当我们吃苹果皮的时候,会感觉到又苦又涩,让人难以下咽。 还有一点,现在会有很多商家为了延长苹果的保质期,会在表面打上一层蜡。 很多人认为这个蜡吃进去会影响身体的健康。 但其实普遍来说,苹果表面都会有一种可食用的天然果辣。 这种辣虽然能吃,但是不易消化。 对于那些有肠胃疾病或者经常消化不良的人来说,在吃的时候还是要谨慎。 此外并不是所有的果辣都是可以食用的。 有一种人工果辣里面可能会含有重金属等有害物质。 但是我们并不能够肉眼区分哪种是天然果辣,哪种是人工果辣。 所以在吃苹果之前还是要好好的清洗一番。 我们可以用热水冲烫或者使用盐来进行搓洗。 这两种办法都可以把表面的辣去除干净。 总之,苹果皮含有许多丰富的营养物质。 适当的食用能给人体带来很多好处。 那么除了苹果皮能吃以外,市面上常见的许多水果的皮也是可以吃的。 还有这二种水果皮会比果肉的营养价值可能还高。 来看一看其中有没有你喜欢吃的水果。 一、橙子皮。 橙子属于一种柑橘类水果。 这种柑橘类水果的果皮在中医上一直都被认为可以拿来入药的。 而且还具有非常好的医疗效果。 就像我们平常熟知的橘子皮。 有许多人经常拿它来泡水喝。 有着清热去火、止咳化痰的作用。 而橙子皮也是一样的。 它其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啊和维生素C。 适当食用能够保护皮肤和眼睛的健康。 还能起到美白和延缓衰老的作用。 而且橙子皮当中还有一种独特的成分。 那就是橙皮肝。 这种成分适当食用还可以有效地保护毛细血管。 降低胆固醇,还有助辅助治疗高血压的作用。 吃橙子皮对我们的身体好处多多。 许多人会有一问,是把橙子皮直接剥下来吃吗? 不。 这样吃橙子皮既苦涩而且口感也差。 那么该怎么吃呢? 首先我们可以把橙子皮切成小块,用盐水泡着去掉苦味。 然后准备适量的红枣和姜丝一起翻炒至变干。 这样就做成了可以泡水喝的橙子皮茶。 还有一种方法是把橙皮去除苦味之后,去掉白嚷切成条状。 然后在锅里加入适量的水和糖,小火煮15分钟。 出锅晾干之后加入适量的白糖。 这样甜甜的橙皮糖就做好了。 二、葡萄皮。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,吃葡萄就是要吐葡萄皮的。 我们都认为皮不能吃,但是却殊不知葡萄皮的营养价值可能还比果肉的营养价值高呢? 葡萄皮中含有丰富的铁元素、纤维素和花青素。 能够补充人体所需要的部分营养。 有人问葡萄为什么会成紫色? 这其实是因为含大量花青素的原因。 花青素是类黄酮物质的一种。 前面有讲到类黄酮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,能够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。 其次在葡萄皮当中还含有多酚类和白藜芦醇的物质。 同样也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,而且还有研究表明。 白藜芦醇还有助预防血栓形成的作用,能够预防并辅助治疗高血脂症和关心病。 那么葡萄皮该怎么吃呢? 其实在葡萄洗干净之后是可以直接带皮使用的。 我们还可以用葡萄皮制作果冻使用。 首先要把葡萄皮用淡盐水泡10分钟,然后倒入锅里大火废住。 煮到水变色之后把葡萄皮捞出来丢掉,再往锅中加入适量的小苏打和冰糖,再开小火煮至融化。 接下来倒进准备好的容器里放凉就行了。 在凝固之后,美味的葡萄果冻就做好了。 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饮品或者牛奶来一起食用。 其实有许多水果的果皮营养价值很高,而且是都可以吃的。 还包括火龙果果皮、西瓜皮等等。 再经过一番清洗,加工之后都可以制作成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美食。 所以我们日常在吃水果的时候,也千万不能忽视了果皮的营养价值。 那么你还知道哪种水果的果皮不仅营养价值高还能制成一种美食呢?